随着新加坡宣布启动局部行动限制令之后 受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人数庞大 往返我国跟新加坡的大马人民 那由于目前我国跟新加坡在大马人民回国的这件事上 有着不同的标准作业程序 我国呢就要求所有从新加坡回国的大马人 必须要在新加坡先接受病毒检测 确保没有受到感染之后才能够入境我国 但新加坡方面呢 则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南 只要大马人没有感染症状就可以回国了 那这就引起了混淆 那国防部长伊斯迈沙比里今天就在记者会上 给大家做出进一步的解释 针对大马人回国需不需要通过病毒检测 国防部长伊斯迈沙比里今天表示 政府已经要求卫生部为每一个从新加坡回国的大马人进行检测 确保没有受到感染才能入境我国 另外他也透露 政府目前正在与新加坡人力部进行讨论 要求新加坡雇主提成想要回国的大马雇员数据 以避免出现大规模回国的人潮 他也强调这些大马人回国后只能逗留在新山 不能跨州返回家乡他劝请在新加坡工作的大马人 尽可能逗留在新加坡暂时不要回国 另外针对政府早前承诺分发的免费口罩 每户家庭可获得四个免费口罩 至于东马人民的口罩将在这星期五 以专机方式运抵东马再派发给人民